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内幕节目,我是宇童 胡耀邦因倡导解放思想不遗余力 组织平反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 成为最受拥戴的中共领导人 又因为在1987年初被邓小平废除 成为最受同情的中共前领导人 1989年4月15日 胡耀邦去世,引发了大规模的盗恋活动 中共高层对此也极为敏感 人们把目光移向了主政的赵紫阳身上 一些人对赵紫阳的褒贬不遗 那么赵紫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据《国家的囚徒》一书中记载 赵紫阳的母亲不识字 但是懂历史,常听书看戏 对共产党的印象很坏 他跟赵紫阳讲 你给共产党拉套,不会有好结果的 果然一语成衬 赵母反对共产党的原因很简单 他说,共产党不好,拿人家东西 这些东西都不是自己的 文革中,赵母提醒赵紫阳说 朱元璋火烧庆功楼 赵紫阳的孙子回家看奶奶 说毛主席是大救星 奶奶却回复说道 毛主席是大坏蛋 他说,共产党的江山是靠杀人抢人得来的 这样的江山维持不长 但从过往经历来看 赵紫阳似乎是中共的叛逆者和掘墓人 在赵紫阳执政四川时 甚能体察民意 据悉,赵紫阳在四川时一半多时间都深入基层 常常带着一名秘书为福出巡 不通知地方官员 直接就深入村落 与农民面对面交谈 这样审了很多层层布置 安排迎来送往 陪同等等的官僚主义 与虚假程序和形式主义的东西 由于掌握了第一手真实的情况 同时明了了该如何改进农村所存在的根本问题 这样,经过赵紫阳的努力 四川终于摆脱了人们常说的 天下已至属后至的历史常态和落后局面 呈现出天下未至属先至的 正通人和和农村经济的大发展 当时四川人非常爱戴赵紫阳 人们传颂说 要吃粮找紫阳 四川的成功经验也得到了邓小平的赏识 后来赵到中央后 继续大刀阔斧地实现他的报复 赵紫阳主张抛弃计划经济 走市场经济路线 同时也主张向东欧学习 向西方学习 但后来邓和中共的元老们发现 忠实执行清明路线的赵紫阳 要继续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话 可能就危及到共产党的生存了 所以邓和中共顽固势力们很恐慌 在胡耀邦去世后 出现越来越多的学生 走上街头广场 道练胡耀邦 1989年4月16日 在一次会议上 李鹏问赵紫阳说 学生道练药邦 我们要什么态度呢 紫阳答 允许 药邦是我们的领导人 我们自己就在道练 怎么能禁止学生道练呢 当时全体常委在场 邓小平的秘书也在场 4月19日 邓小平亲自告诉赵紫阳说 朝鲜你还是去 4月19日 官方胡耀邦追悼会结束时 赵紫阳说 我明天去朝鲜 学生的事 我的意见是三条 一 丧事已结束 应该劝学生回校 二 不可动用军警 除非出现打砸抢 三 对学生的诉求 要认真研究 通过各界协商对话解决 全体常委都说 同意 邓也说 同意 这三句话 因此实际上成了常委的决议 赵还对其政治秘书 鲍同说 政治体制改革 现在应该集中力量 研究协商对话 这就是改革 其实 当时一些人 就建议赵紫阳 推迟访问朝鲜 因为这是重大的历史关头 不宜离开北京 早在1989年4月14日上午 也就是胡耀邦去世的前一天 被赵紫阳一手提拔的国务院副总理 田济云去赵家拜访 说出现重大政治动荡迹象 建议赵推迟访朝 田济云后来回顾说 赵紫阳在六四期间最大的失误 就是去了朝鲜 政治局委员 北京市委书记李西明 4月23日 给赵紫阳打电话 认为全国已经处于紧急状态 作为党的一把手 应该推迟出国访问 但并不认为学潮有啥大不了的赵紫阳 还是拒绝了 赵紫阳的智囊班子中 不少人如陈小鲁 孙芳明等 也都建议赵紫阳不要去朝鲜 事实表明 赵紫阳去了朝鲜 中共顽固势力就开始背后密谋了 据李鹏六四日记记载 4月23日下午 李鹏到火车站 送即将前往朝鲜访问的赵紫阳 问赵还有什么交代 赵达没有别的 还是那三句话要落实 此时李鹏显得很听话 李鹏一回到中南海 就立即找乔石 共同起草文件发出 但是到了晚上 李鹏就变了另外一个人了 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 要他找邓小平 李鹏要求与杨一起去 杨同意 据知情人士回忆 直到4月25日上午 邓小平才见李鹏 杨尚昆听汇报 显然他们是在研究 如何对付赵紫阳 根据当时的情况 鲍同这样分析的 他说 这意味着李鹏一人否决了常委 都同意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重要意见 根据李鹏日记所述的理由 是李鹏心中忧虑 担心学生们像文革那样搞乱中国 于是他决定立即吩咐北京市委 马上来向常委汇报学生的动乱 李鹏还意乎寻常 无比细心 关照温家宝 不可让鲍同知道这次汇报 尽管李鹏完全清楚 作为中央常委唯一的政治秘书 参加常委的一切例会和非例会 是鲍同向常委集体 必须担负的责任 显然这是阴谋了 如果赵紫阳此时在家 他们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举动 鲍同回忆说 四天后 4月28日的常委会前 温家宝当着中办一位徐副主任的面 向我解释 4月24日晚 不让我参加常委会是李鹏的决定 我感谢温家宝的诚恳 但我有理由怀疑 如此权威而又周密的设计 更有可能出自邓小平和杨尚坤 对李鹏的叮嘱 据李鹏日记记载 邓的秘书在4月24日深夜 就主动打电话 要李鹏、杨尚坤二人 于4日4月25日 上午去向邓汇报常委会的内容 邓小平随即批示说 北京学生在动乱 接着4月26日 人民日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声讨学生动乱的大篇幅社论 透过全国各类媒体迅速传向全国 4月27日 全国的学生和民众被激怒了 举行了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抗疫游行活动 李鹏日记还记载 5月21日 李鹏急于请求邓快快开会 解决赵紫阳问题 邓的秘书则根据邓的老辣经验 明确答复李鹏说 必须等解放军进城以后 开会才更有把握 可见他们还是做贼心虚的 他们害怕赵紫阳 把赵紫阳知道朝鲜访问 然后他们密谋策划 因为惧怕赵紫阳在民众中的威望 不敢轻易开会否定赵紫阳 他们要等军队进京后 这样才有把握解决赵紫阳问题 鲍同还介绍说 李鹏日记5月28日记载 邓的牌友非常了解邓小平心里想什么的丁关根 亲口告诉李鹏一个重要讯息 说李先念早在1988年 就向邓提出要搞掉赵紫阳了 当时邓对李的答复是 时机不成熟 如今1989年5月 经过慎重考虑 邓才下了决心 邓小平在与李先念密谈时说的话 前一句是邓小平否定李先念的晚词 当时的赵紫阳 是我邓小平所倚重的长城 以李先念修作白日梦 后一句才是邓的肺腑之言 邓小平认为 既然赵紫阳已经公开表示 支持学生悼恋胡耀邦的上街游行集会活动 等我邓小平百年之后 不可能不替胡耀邦方案 不可能不批邓 不可能不是中国的赫鲁小夫 因此邓小平做出指示 这不是一般的学潮 是一场动乱 就是要旗帜鲜明 措施得力 反对和制止这一场动乱 行动要快 要争取时间 这些人的目的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使国家和民族丧失前途 不能让他们目的得逞 我们不要怕人骂娘 不要怕人家说名誉不好 针对4月27日 全国学生们的大游行 4月28日 李鹏主持常委碰头会 多数人认为 426社论调子太硬 激怒了人民 决定展开与学生的所谓对话 并发一篇调子缓一些的社论 这样在4月29日 人民日报发了新社论 由抱同主持并修改 李鹏一伙做了妥协 该文向赵紫阳三点意见靠拢 赵紫阳去了朝鲜 几乎是与外界隔离了 据赵紫阳的随同秘书李树桥 回忆说 我们一跨过鸭绿江 就是无线电管制 再好的收音机 所有的信号都收不到 听不到国内的声音 26日凌晨零时30分 有人敲我的门 说大使馆有重要的文件看 我一去 看了两个东西 第一 424政治局常委会纪要 第二 1989年4月25日上午 邓小平谈话记录 李树桥觉得这件事太重要了 所以到2006年 接待记者 卢岳刚采访时 过了17年 才公开了一些秘密 他回忆说 还记得是大使馆 大使馆在16开的方格纸上 用很工整的钢笔字腾超 大使馆看文件 有一个特殊的设备 怕有人偷窥 像老式照相机那样 拿布 做一个类似微型帐篷那样的东西 照着头看 我看完快到两点 跟大使馆说 早上7点半 把文件和设备 拿到百花园迎宾馆 紫阳套间外面安装好 早上大使馆的人来了 7点25分 我跟紫阳说 紫阳通知 北京传来重要文件 设备已经装好 请你看看 没有426社论 只有这两个文件 紫阳也是照着头看 他看完 吴学谦 洪学志 朱良 等人依次看 在4月30日 赵紫阳终于回到了北京 但情况已经全然改观 政治局被灌输了很多 把学生运动视为动乱的论调 卢岳刚分析 赵紫阳的三点意见 在赵离开北京一天之后 就被废掉了 他访朝 实际是把处置学朝主导权 拱手交给了强硬派 不仅是李鹏 包括李希敏 陈希同 这些中共党内强硬派 都没有意识到 由于赵紫阳访朝 暂时全力交接 李鹏意外地掌握了 六四学朝的最高处置权 导致了六四学朝 处理的根本性转折 若赵紫阳在北京 在既定方针下 李鹏等强硬派 怎么可能绕得过 总书记这个门槛去见邓呢 李希敏 陈希同 在赵紫阳面前怎么会说得出 渲染事态 推卸责任的狠话来呢 据卢岳刚介绍 1989年5月17日晚饭前 赵在书房 召集赵家历史上 唯一一次家庭会议 告知家人自己辞职的决定 得到家人一致的支持 此次家庭会议 十分钟就结束了 后来赵紫阳去世之后 其家属准备的晚年内容写道 能做您的儿女 是我们毕生的荣耀 支持您的决定 是我们不变的选择 也有人对赵紫阳表示惋惜 认为赵紫阳先生有骨气 坚决不检讨 为什么不学邓小平和江青呢 检讨之后还能再上台工作吗 也许还会有再出山的机会啊 中国才会有改革开放的希望啊 紫阳先生是唯一的 既开明又有能力的人 认错了 虽然会使自己屈辱 但全中国十几亿人 是会受益的 这或许是不了解 中共的本质的想法 中共是绝对不允许 不按党规出牌的 好人是没有出路的 也有人认为赵氏改革 是带着镣铐跳舞 但赵紫阳却舞姿翩翩 舞姿动人 好 以上是今天的中国内幕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